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晋级赛32强名单 206连浮战晋级赛结束 32强名单如上图 他们将和上一届浮战的16强一起 参加本周末的正式赛 浩文指挥的绍兴剑胡在上个月杀进了16强 因此没有出现在了晋级赛中 他的上一个区诗情画意 这个月居然也出人意料地打进了32强 两六个倒霉蛋四胜出局 参与浮战晋级赛的队伍非常多 导致一个浮战队四胜都无法100%晋级 本月的浮战晋级赛当中 烟雨江南、本草钢木、大唐官府、江山如画、启梦长安 恭喜发财这六支浮战队成为了六个倒霉蛋 3.梧桐新腰带打好16段宝石 于岛梧桐新买入的160愤怒封印腰带 已经打好了16段黑宝石 在本月浮战当中就可以用了 4.父子庙鱼总打废双特殊地厅 父子庙普陀老板鱼总非常喜欢打输 昨日他给一只10技能的地厅胚子打输 同时拥有利劈和观照万象两个特殊技能 只可惜几本输下去之后 这个地厅变成了瞎子 5.160愤怒凝制腰带交易 西炸老街轻拆手中160愤怒凝制腰带 容炼后达到102防御 431气血 最终的交易价格达到了98个